我叫唐淡洋,今年23歲 我是來自長春人文學院藝術學院服裝系的一名學生 這件衣服是我用半個月做的 然後它是可以吃的 這件衣服的名字也叫可以吃的服裝 它是由菠菜和糖做的,嘗起來有一點點甜 很多人後期它是不是可以吃 然後也有人真正掰下來嘗了一嘗 有一天去超市的時候,應該是晚上 然後發現很多不新鮮的蔬菜和水果 它是沒有人願意去買它的 最後都會去扔掉,感覺很浪費 然後我在這些蔬菜跟水果中 發現了一些調裝的纖維 然後想這些調裝的纖維可不可以代替沙餡的纖維 然後來製作成一件服裝 摔一天的刀有點黏的你聽嗎 這就是這個菠菜,如果摔一天的話就這樣 很黏的話就晚上它就會不太好了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用了 像這種新鮮的這種 還有這種水果很新鮮的這種 這個粥就要留著尺的,就不用浪費 第二天就是準備清洗一下 洗完之後切成小段,然後放入炸製機中攪碎 提取出菠菜的纖維,也需要粘合劑嘛 然後就需要製作糖漿 就是再把糖漿融化,然後加入一些食品添加劑 這樣的話,再與菠菜纖維纖融合 融合之後把它定型 就是按照想要製作的一片 然後來把它定型 定型之後晾晒,晾晒之後它就可以縫紫 製作出一件成衣 剛開始只是覺得用蔬菜做出一件衣服 感覺很有趣 然後用了很多那種可以黏合的方法 剛開始是選用的ABCO 後來發現ABCO它其實不是夠環保 既然已經用蔬菜來做了 那就要環保一點 也經過了一些努力吧 也經過了一些嘗試 從最開始的不可以碰 後來到後來很硬,然後也很脆 到現在就是很柔軟,也可以縫紊 基本就是每周都是在經歷著失敗 然後重新做 適應了很多水果跟蔬菜吧 要提取一些纖維,看哪種蔬菜水果的纖維感最好 然後也用了很多 比如說油菜,菠菜,黃瓜,西紅柿 胡蘿蔔,蘋果,橘子,柚子,提子 這些都用,還有火龍果都用過 發現不同的蔬菜水果裡面 提取出來的纖維是不一樣的 然後它的感覺也不一樣 顏色也是不同的 未來打算繼續考驗,繼續深造 然後因為一方面是我對這方面很感興趣 第二方面就是它只是一個概念品吧 只是概念品成功了 然後也想繼續研究 讓它最終可以真正地傳在人身上